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 十年里梦想改造家节目走过了全国的一百多个地方 从乡村到城市 从山川到湖海 在每一个内心有梦的人那里点燃他们对于家的梦想 非常幸运我们携带着爱的火种一路前行 走到了第十个年头 再一次站在了您的面前 为了向十周年致敬 我们今年做了一些特别的企划 包括会讲述更多改造的故事 也包括会在特别的场合邀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相聚 那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呈现 在这里我要卖一个关子 那在第十季的第一期节目 我们将要走进美丽的东方之珠 讲述发生在那里的故事 那些台风雨不是几大 打风雨也是你也要出来的 有些事可以等的 有些事不可以等的 生活就是这样的 不久了 我也回去吧 香港地 地少少 龙多多 你这个背景很小 在香港的日子就要沉沸一些 辛苦一些 偶然就要浪漫一些 为什么没见过你浪漫 你打风雨那天一起去买醋 算不算浪漫呢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獅子山》 听过又怎样 《獅子山》就是香港 以前天南地北的人 辛辛苦苦在这里一起生活 和我们好事 等了这么久一家人才一起群聚 辛苦一些都没事的 谁说辛苦啊 不辛苦 房很小啊 不用了 足够了 夏天的香港 台风是最常见不过的事情 突发的天气预警 并没有打破这里既有的生活节奏 密集的楼宇 似乎能把人们都保护起来 这里是旺下 香港最繁华和接地气的地方 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商业林立 人头传动 街道就像是集体的居所 而居所更像是街道的转移 是一站旺角 委托人郑先生的家 就住在这里 郑先生和夫人苏女士 女儿圆圆的家 是典型的香港老式大厦型公寓 面积不到48平方米 房子不算大 但回想起曾经的居住环境 眼前的这个房子 在郑先生眼里 已经完全足够一家三口的使用 郑先生的经历 也是他这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 租一个岛屿城市 香港是世界人均住方面积最小的地区之一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和人口的急剧膨胀 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山顶和海边的豪宅 是富裕阶层的代表 而贪房 龙屋 板间等特殊的居住形式 成为了低收入家庭 新移民及孤挂长者的家 郑先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最终他走出了那样的生活环境 但是对于夫人苏女士来说 即便是生活在现在的房子 也是一种挑战 其实我来自大陆 早年那时候都是在深圳工作 也是在朋友的介绍下 跟我先生认识 我第一次到香港 看到家里面的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小 大陆也有一些比较小的房子 但是它这个房子可能层高也比较低 郭道 楼间距都是比较小的 所以就感觉比较压抑 还好我先生这个人 他能感受到我不适应 他在生活上非常迁就我 我很感谢他 他很迁就我 我在香港住这个房子 已经不算小了 可是根本肯定是小的 他迁来香港的话 他在语言的居住环境 生活上都要花很多时候去适应 肯定是他的牺牲大一点 刚刚换的衣服 怎么身上又吃了呀 没办法 那个人是很大 你看菜色 迁就是因为在乎 在乎是因为来之不易 郑先生和苏女士的婚姻 对他们双方来说 都是一份迟到的缘分 也因为这样 两个人对彼此也格外珍惜 我是做国际贸易的 所以我到处飞到处跑 到51岁了才开始想到要谈恋爱 那么我也经朋友在深圳街上 认识了他 那一年我39岁了 我们两个进来 可能这也就是缘分吧 我们结婚以后呢 就是头几年都还是分开住的 我在深圳呢 他在香港 这样两地呢 都是觉得很不方便 做到孩子要读入幼儿园了 那时候读书也很不方便 经过商量之后呢 就是决定还是搬到香港 虽然房子很小 但是觉得家庭还是以团圆为主 不团圆怎么是一家人呢 行色匆忙的城市里 时间总是不痛不痒地流过 尤其是对习惯了急促脚步的香港人 只有在那些经历过来之不易的人眼里 平凡日子里的琐碎 也是周遭最美好的风景 你在喝什么 喝水 喝水里面怎么有墨啊 是不是要偷偷地喝啤酒了 他要来喝一点点吧 下次要想喝啤酒 就喝一点点 五年的分居时光 让他们格外珍惜现在的团圆 2010年一家三口 开始在香港生活 十三年来 郑先生放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 陪伴着家人 他是跟德国人做贸易的 结婚之前呢 他基本上每年 365天他差不多有300天 都是在出差的状态 我们后来搬到香港以后呢 他就尽量把时间安排出来 陪我和孩子 为了就是让我适应在当地的生活 叫我广东话 带我去熟悉一些环境 买东西啊什么 他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多 对孩子呢就更是这样了 因为这个年龄才有了孩子 对孩子那份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 好 妈咪 爹地 谢谢啊 什么事啊 卡扎 卡扎啊 我们才还要去卡扎那边走 路远一点 要挡住了 不用怕了 抓到了 抓到了 好了 下来了 爸爸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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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到香港后 女儿圆圆也在夫妻俩的呵护下 慢慢长大 琐碎的生活 就在这狭小的房间里荡开 阿咪 我回来了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我去图书馆了 我在你脚边放点蟑螂药 你不要提翻咯 小心点 你看到你床上的新朋友了没有啊 你什么呀 干嘛呀 好幼稚 你爸给你买的 他说鸡和鸭都是吃蟑螂的 这样你就不用害怕了 阿咪 我干嘛 睡着了 噓 有情吗 圆圆今年已经17岁了 是个内敛懂事的孩子 与家人之间相伴时间越长 她也越能读懂家人的心事 其实我出来怕蟑螂 我更害怕孤单 倒也不是怕自己孤单了 就是怕爸爸妈妈孤单 妈妈粤语和英语都不是很好 在这里跟邻居啊什么的聊天 也都不是很顺畅 加上她的朋友也基本上都不在香港 虽然偶尔难免孤单 但是来香港生活十多年 苏女士也已经渐渐习惯了这里的一切 生活中的许多细小的人情味 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旺角这边楼都比较老 像我们这一片都五十多年的了 哈喽 同学你走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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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电梯比较小 一般只能乘四到五个成年人 但是早高峰时期呢 就人比较多的时候 一般这个大厦的老年人就要遇到了 都会给一些像上学的上班的这些人 给他们先上下 然后我们再出去喝茶买菜什么的 我们那个大楼虽然五十多年了 但像这些设施维护的都很好 过道呢比较窄 但是大家呢都是搞得很清洁呀 低面的这些小砖 如果坏了 管理处也会及时地去安排人来维修 母女二人所有心情的变化 都逃不过郑先生的眼睛 为了消除女儿的担心 也为了吹散妻子心头的那一缕孤单 每年她都会邀请妻子 在大陆的兄弟姐妹来港过年 差不多二十年了 年年过年我都邀请她们 凭五年 她出伤那年一直到今天 没有一年段 我跟那个叔叔有两天 哎呀 女人早上高了 难怪我妈老辈 每年呢她也很孤单 就是说她没有兄弟姐妹 家庭很简单 所以每年过年她都希望 我们都过来 在郑先生眼里 家人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陪伴 作为曾经家中的独子 五十年前她曾留学美国 毕业后为了照顾生病的父母 她坚决放弃了留美发展的机会 那个时候我毕业以后 很多公司来找我 我要懂广东话 要懂英语 要有那个华侨 把那个女儿可能嫁给我 一拿了就拿绿卡了 可是我一想父母亲 两个在香港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就决定回去吧 家里知道我要孩子吗 中国人讲 这个就是小道 对吧 女儿圆圆明年就将迎来高考 面对这个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 她的想法像极了曾经的父亲 爸爸 陪伴到去散了 好 你决定你自己前面 你学美术 去英国 去法国 去美国留学 都不要紧 我已经留下钱去供你了 你不用理了 决定我都做好了 其实人生是很过瘾的 尤其是他们这个年纪 我希望自己孩子 随他的意思去生活 我仔细一想 我怕我出去了之后 他们会感到孤单吧 圆圆之所以最后坚定地选择 去大陆读书 在她心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觉得我们年龄大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引起了她这种想法 好像爸爸妈妈 住在这个环境里面 她心里面觉得挺难过 当时讲到我们也挺感动的 你知道吧 她就决定自己 还是到大陆去读书 把这个钱省下来 给我们来装修 再出去上学的话 帮父母丢在这里 她的心里顾虑很大 讲到这个外 挺感动的 我觉得这孩子 从小接触到妈妈 传统文化的教育很多 她很懂事 等待和获得 离别又团聚 人生兜兜转转 人与人之间的分分合合 似乎每一天 都在这个城市发生 香港很大 大到每分每秒 都有数亿万计的陌生人 与你擦肩而过 香港又很小 香港的家更小 小到可以放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 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买 这些东西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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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叫《狮子山》 叫《狮子山》 听过又怎么样 狮子山表现香港 以前天南地北的人 身身复复在这里一起生活 我们似乎永远不明白别人 是以怎样一种方式爱自己 孩子喜欢吃香菇炖鸡 父母耗一口夏日的西瓜 于是一家人 就在台风天夜里的市场 相遇了 夜幕中的旺角 依旧喧闹而美丽 街头的灯光 像是人间缓慢的 流动的星河 而这座尝试未来 无论将以怎样的一种形式 变化发展 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眼里 它永远是最亮的那颗星 因为那份歌不断的情 你们有没有想过去哪里走啊 美国 澳洲 这个和英国啊 回大陆啊 和你们近一点 傻女 不用担心的 很多地方都有朋友的 德国有 铜锣湾有 湾仔有 广东 广西 湖南 新疆 北京我也有朋友的 不用担心我们的 本次改造是梦想改造家 第一次来到香港 出于谨慎和对项目的重视 节目组特意为这次的改造 配备了两位设计师 设计师柴虹成长于香港 在澳洲读大学 毕业后回港 长期从事于室内设计行业 近年来往返于上海和香港之间工作 对香港地区的装修业态非常了解 本次项目中 他将作为主设计师 负责整体的项目推进 设计师梁岁明 曾五度操刀梦改项目 设计风格细致 鲜明且富有人文关怀 本次项目中 他将在方案设计和材料选择阶段 给予指导和帮助 2023年4月下旬 他们分别来到香港 了解委托人的诉求和房屋的情况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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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一下你们的房子 郑太太 我是梦想改造加持技师 你好 你好 欢迎 这个呢 就主要是我们的看电视的地方客厅 他呢 基本上就长期是在这里看电视 我们吃饭呢 有的时候 就我们三个人的时候 基本上也就在这里 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边聊天 这边呢 是小朋友学习的地方 我们家的书呢 特别多 柜子里面呢 也都是塞的满满的 你看里面 这时期特别重 现在这个衣服呢 都已经是两个礼拜了差不多 还没干 好 那这里呢 就以前是我们人多的时候 都是在这里吃饭的 那边堆着的呢 基本上就是什么 是的 10米 房子比想象当中还要小 其实它完全不足 48平米 储物空间其实是完全杂乱无章的 我们进去以后呢 会看到很多南北货 还有一个很大很笨重的书柜 包括它很多杂物的堆杂 然后会形成了一个很密闭的感觉 厨房是这样的 上面就是各种放的各种什么 包啊 柜子 什么东西啊 都是那些东西也放满了 里面全部都是满的 什么打果汁鸡啊 煎菜啊 什么东西的 也都是满的 全都是满的 那上面也是什么包啊 好的 就是一些干货 这里是调味料 哦 调味料 这里都是放调味料的地方 好的 就是 这是一个烤箱 对 微波炉是没有的 微波炉本来是放在这里的 现在呢没有地方再放微波炉了 想放一个微波炉 一个烤箱 因为生活有的时候总是要调剂一下 嗯 明白明白 好的 像我们洗完了东西菜也没地方放 嗯嗯嗯 炒完了菜也没地方放 嗯 一个东西呢就要出去 就要出去啊 就洗衣机呢也没地方放 就放到这里 我看这个走道也特别的窄 对 所以只能一个人进来 啊 厨房呢 特别的狭窄 差不多只能容纳一个人在里面进出操作 呃 储藏空间跟操作空间呢 布局不合理 老先生只能把常用的东西堆叠在台面上面 让我感觉就是特别的凌乱 嗯 嗯 关键是它这个干湿没有分离吧 嗯 嗯 可能在洗澡灯上洗手间就不方便了 嗯 上洗手间的想像洗澡呢又不方便了 嗯 但我看到你们在这里全部都 就是都刮伤了衣服了 是吧 没办法这两个浪雨 我会有浪沙被封了 哦 那平时那个浴缸是没用的 这个浴缸是没有用的 就以后都不想要 不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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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堆满了物品 挂上了衣服 然后原来有一个大浴缸 常年是空置的状态 然后它真正能洗漱的空间也是非常的狭小 它整体的生活的质量是非常的低 先看看这边吧 这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住的 因为这个床太小 哦 早年的时候呢是我婆婆住的 哦 那时候是工人住的 哦 那么后来他过世以后呢 我们就 也没有去改变 也没有去改变 对 墙上已经是发霉了 哦 这个床上你看到这地方高树 嗯 都已经太久了 太湿了 嗯 所以这个墙上面都已经烂了 包括这边 你看到你的 都已经变颜色了 两位老人的床是0.9米的床 那相对来说 就像学校宿舍的床 这个舒适形式不是很好 衣柜的话是进门的 正对着门的位置 其实它还是会阻碍到这个房门的开启 也不利于储藏 这就是我的房间 嗯 然后我个人希望是我的房间 采光能力比较强 就方便学习 嗯 因为这边这个灯光线很暗 然后我希望晚上学习的时候 也不会就是说特别暗 看得清楚 嗯 希望我的房间收纳能力比较强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买点小东西的 嗯 然后书也很多 就希望就可以这样收纳得强一点 小女孩的房就是有一张大的床 然后她的房间已经是采光面最好的 但是房间里面还是会有很多不同发霉的区域 所以你会感受到她在里面生活 也是一种很不舒适的状态 等我当中这么一起国主 就比较希望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生活日常 因为比较爱出去爱吃爱玩的 哦 那挺好的 希望就是说经过这次之后就可以说 有点多元的活动空间 圆圆除了期待自己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她心里还有一个愿望 希望两位设计师能帮她实现 啊 业主老先生呢 他特别喜欢热闹 向往就是他们在内地的这个亲戚呢 是能到香港来做客 那每年呢都会有一个大的团聚 来到香港之后呢 老先生特别希望他们能住在家里面 而不是说去住酒店 会涉及到六到七个人的就餐跟睡觉这一块 那之后是我们也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刷新为你 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装修是个大工程 建行装修分期信用卡 期待您美美的新家 全香港一共有3.9万庄住宅大楼 其中有超过1万庄 属于楼林超过50年以上的老楼 大量的人口居住在这些老楼中 我们本次改造的对象 一例大厦就是其中代表 那么改造这种大厦中的房屋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呢相对于内地的房子呢 香港的房子楼林都比较久 老房子也比较多 政府对这一块的管理呢 也比较严格 比如说呢门窗的更新呢 我们需要提供厨值 给到他们去审批 室内的方案呢 也是需要物业这边 严格备案之后呢 我们才能去做的 第二点呢 香港这一类的老式楼宇的公共空间 都非常的狭小 在内地的房子呢 公共空间通常有2米 在这里呢 它的宽度只有0.9米 是没有办法去堆放一些 临时运过来的建筑材料的 所以我们在工序安排上面 需要非常的准确 来多少材料的话 我们就用多少 第三点呢 像这样楼林比较长的房子呢 我们在后期 除了要做自己单位 范围内部的装修之外呢 还要着重看一下 外墙内侧楼板等 建筑部分的情况 要把这些区域也处理好 才不会影响到室内的生活 这一次的改造 一方面要在操作性上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 从建筑和室内装修上 解决业主提出的问题 另一方面 设计师也要结合 香港的城市特点 香港人的生活习惯 给到业主一个符合其审美定位的家 两位设计师 开始与施工方进行方案的初步探讨 在这个过程中 工程的造价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香港的装修工人 如果说我们比较常用的泥水 是去到一千五百元左右 如果比较多经验的师傅 就会去到二千元 如果是水电工人 都是一千五百元左右 每一日 又是经验多些 就会再贵些 可能去到七千八 木工一开始的价格都会贵些 一千八元一工 那又是如果经验多些 可能要比二千或者二千一 这样 了解清楚项目的各项状况 在正式的设计工作开始之前 为了后续的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两位设计师在商量后 也确认了本次项目的分工 这个项目虽然只有五十平米 但要做出一个相对完美的方案 其实难度还是蛮大的 所以这次我们一起决定 就是各自出一个方案 然后最终去融合一个 更适合业主的这个方案 在两位设计师 都在进一步推销方案的时候 现场率先进入了轻拆工作 和设计师担心的一样 在将房屋原有装饰面拆除以后 大厦的原结构 都发现了老化的问题 可以看到就是 上面的这个结构 其实是会有一些损坏 因为年久失修之后 外里面的一些水 会渗到里面来 导致整个结构 会出现一些 腐朽的一个状态 房屋多处墙体 不仅出现空洞 也有明显的漏水迹象 这也造成了生活中 严重的卫生问题 厨房这边就是 我们发现有很多蟑螂 就是因为厨房 也是一个比较 调室的位置 它是有一些空洞的地方 就比较容易长张了 墙面一片狼奇 但是旧房屋中 拆除下来的旧地板 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中 却仍旧保留的比较完整 这引起了设计师柴虹的兴趣 这个木地板开完之后 发现这个木地板 它的质量还是蛮好的 之后并没有出现 很多很大的一个损坏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这个材料 或许会带给他们一些记忆吧 之后我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把它 作为一个二次利用 现场施工开展的同时 两位设计师也进行着 各自的方案细化工作 在连续的紧张工作后 双方都有了初步的平面方案 第一次的沟通会随即展开 这次梦改了这个主题吧 我们给它订的是一个 叫狮子山下在繁华中 安住安静的巢 在柴虹的这一板方案中 它将整个房子 分成了七个部分 玄关兼多功能室 客厅 餐厅 半开放式的厨房 干事分离的卫生间 以及两个卧室 我考虑了业主所有的 她对于这个房子的一个需求 女主人这边的话 她其实是学中医的 她需要有一个地方 给到她的邻居去做一个推拿 那我在前厅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给她设置了一个 她自己的一个工作空间 这厅堂呢 其实是跟厨房呢 是接连在一起的 厨房是一个半开放式的 平时不做饭的时候 整个空间是可以被打开的 可以扩大厨房跟厅之间的一个面积 其实我今天的话 我是做了一个三分离的 卧室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全部都保留原本的一个空间的 我会觉得像就是她家里面呢 其实她只有五十平方 都需要去做这么多的分隔 这就给你们看了 好 谢谢 梁岁明的低板方案和柴虹的大相径庭 她将整个空间分成了五个部分 并尽可能地减少空间和空间之间的隔断 在动线上直接将全屋串联了起来 我们在整个不到四十八平米的空间里面 发现就是围着整一个房子的一圈 它是完全可以作为柜体的处理的 那么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是把厨房把它打通 可以做成一个毁旋的方式 日常里面可以做成是吸厨的 那么需要爆炒的时候 才会把独立的一个区间把它分开出来 在那个前提当中呢 再做了一个更超前的方案 就是把业主的房间跟厨房跟客厅 把它打通了一个门 就是可以做成一个回旋式的 这样子做的方式呢 它能够更大的把这么极限的房间 可以就是整体的去开货 家章设计最大的难点 就在于尺度的把握 为了能够更谨慎地做出决定 两位设计师按照现场的尺寸 构建了一个1比1的空间 进一步感受两个方案的细节 在柴虹的方案中 进门口的位置 它设计了一个玄关兼多功能式 这一点成了双方讨论的重点 这搞方案 对 是在这儿拦了一个 对 你会发现 哇 这里实在是受不了 很小 对 是 然后这里也很小 所以现在打通了以后呢 虽然它也没有大很多 但至少是整个空间 它是一个完整的 是的 感受完之后呢 我觉得我这个方案里面的 前厅的一个玄关的位置呢 相对是比较挤的 所以我决定去把它取消掉 梁老师的方案里面是一个环绕式的一个厨房的一个空间 更能利用到整个走道跟厨房之间的这个关系 房间这一块的设计的话 梁老师的设计还是以一个环绕式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呢 太过于复杂 之后私密性也会降低 那么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商讨 可能会用就是打通了厨房的这个方向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过程 在两位设计师共同的智慧和努力下 平面方案终于定稿 新的房屋里分为五个功能区 厨房客厅和过道之间 形成了半开放式的环绕空间 卫生间采用了三分离的方式 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 并利用通道部分做了储物功能 两个卧室仍旧独立设置 与此同时现场开始了气墙的工作 方案中现场仅有五面壳墙 而设计师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工艺和方式 来完成这部分的制作 这是为什么呢 好 现在我们这边墙已经气得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湿区的话 用的是普通的那种灰砖 砖墙会有更好的耐水性 砖是竖着气的 在香港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省空间的一个做法 竖着气的话如果是超出2米4的话 对整个结构是可能会有影响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高度只有2米3 所以我们现在是OK的 第二就是说我们在干区这一块的话 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以金属结构加上整理板式面的一个方式来做的 首先就是能节省空间 第二可以比现有的这个墙 会薄了差不多2公分的厚度 会在金属的这个隔断里面会加隔音棉的 其实它还是会保证这个隔音的效果 之后它们两者之间的成本还是有区别的 金属的它的价格会是砖墙的一倍左右 在香港差不多它砖墙在每尺30元左右 那金属的话差不多去到五六十左右的价格 墙体气完后水电工作也随即展开 工人们首先将已经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水管进行了更换 这就是香港以前的工艺呢 以前工艺呢就是用铁喉管 铁喉管呢实际用的长了久了就生锈了 然后呢它里面呢就很多杂质啊 一旦食用水的时候呢就很脏啊 变成对身体健康不好 所以现在呢香港基本上呢 水管呢全部都是用铁喉铁管 外面包的就是保护的这种胶皮 过这次装修的时候把它们全部一次性的全部更换 然后可以住得安心 而之所以选择全铜的管道 作为新的水管也和香港的地理特殊性有关 香港这个地方淡水资源呢其实一直是很紧缺的 所以我们和内地相比呢水电上面是有一些区别的 它的进水管呢其实是分成两路的 房子里面的生活用水呢用的是淡水 而留一路管道呢是给它做侧的 这路管道用的是咸水 那海水呢它是有一个腐蚀性的 我们这一次所有的全屋呢用的是一个铜管的一个铺设 铜管与铜管之间的汉奸呢也是保证整个项目的一个耐用性 和大陆许多城市一样 现场工作的师傅年龄都不小了 这也是香港这个行业的现状 我现在做这个行业做了二十多岁开始做 今年四十多了做了大概二十五年吧 现在呢年轻的一辈二十多岁的一辈呢 他们很多人整个工种呢辛苦又张许多都不干了 他们都是赶一些有关于电脑的知识呢 例如IC啊 有些制但是可能要看一下你想怎样分拌 这个呢就控制这边的 水电工作完成后 施工队开始对全屋进行防水处理 区别于一般房屋 设计师在房屋全部的内墙位置 都安排工人进行了防水涂刷 之前我们发现呢就是在 在找平的情况下呢涂上防水材料 而地面区域施工方也同样不敢马虎 因为我们把这个地台给全部都打掉 那地面是路途不平的 我们首先会倒点偶来水 淡平这个地就准备好就可以有防水 我们在防水环节的施工采用的是 利邦快涂宝彩色五合一的防水涂量 这款产品刷出来是蓝色的 能够有效解决漏涂问题 而且有非常良好的耐水性 最新定制的双层隔一门窗来到现场 窗框和墙体的结合布也是一个防水死角 工人们用特制的水泥沙浆 将松动的墙面修补牢固 同时也将窗缝彻底堵死 全无最后一个防水隐患也被彻底解除 现场的装修工作 在香港夏季的高温下紧张进行 而两位设计师的方案升华 也进行到了下一个阶段 下一步的方案我们就会做的更具体一些了 之后会涉及到墙面地面 柜体的一个材料的选择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偏港式 之后是比较温馨的 港风的理念 其实它就是一种中西融合的一种文化 那么我们其实给它提供了一个空间 就是日后他们会用自己的生活习惯 来去把这个港风的感觉给生活出来 同样是想营造出港风的室内效果 两位设计师却在具体的方案上 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 他们再次各自准备了一版完整的图纸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商议 色彩上面的话我们现在 我的方案里面是希望说用一个 城墙的红色去做一个就是前厅的一个效果 我这个红色其实颜色比较重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清绿色去做了一个过渡 其实我觉得这是香港茶餐厅的感觉 色彩也用的太多了 我们也调了一版方案 就主体也是港风的感觉 然后在色彩当中我们用了一个竹母绿 这样子整个安稳的生活气息里面 其实我们希望能够适合 就是他们夫妻二人跟女儿将来的一种生活状态 两版方案各有特色 最终他们将怎样决定呢 我认为梁老师的一些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两位业主的年龄其实都比较大了 在印装这一块我们可以把配色做的清淡一些 就在软装这一块的话 我们颜色可以做的跳跃一些 两位设计师最终决定 以米白 浅绿 木色等明亮的色彩 打造整个房子的印装 是在局部区域 用一些具有香港特色的材料予以装饰 提到香港特色 他们都想到了香港的小砖 看到最早的一批港风 他们是用了那种小碎砖 带了一些浓墨的这种装饰性在里面 小块的装饰性瓷砖 一直是香港家庭和店铺装修中 经常用到的材料 小块的形状可以更适应小空间 多样化的造型也能体现出独特的风格 你发的那些货给我看一下 这个是最先就是这个 对 你给我的外轮油 对 米色 这个是黑色 这个是绿色 绿色 这个是那个项目上面特别定制的一款砖 之后这个是厨房 用在厨房的 它是一个纯亚光的材质 是一个毛面的 那主要就是防滑 这种花纹的拼接 其实在广东地区 还有香港是比较流行的 它们大部分用的都是这种拼接方式 是简单的一个矩形跟一个长方形 之所以选择在佛山工厂直接运往香港 也是出于节省费用的考虑 我们整个项目的砖差不多是30平方左右 那从佛山运到香港之后 含运费的话 总价算下来还是比在香港采购 要便宜二分之一 选完砖 柴虹又开始挑选 能够适应香港潮湿气候的地板材料 这是一个石木多层板是吗 三层的 三层石木 对 三层的 那我们如果这个项目用在香港的话 可能它的天气其实比较潮湿的 这个它适用吗 适用的 因为它的结构是三层的 上下两层纵盆交错 它中间一层都是有伸缩分的 而且我们下面也有防潮电 所以即使在潮湿的环境下的话 它也是不会变形的 那这个 当看到设计师在大陆选择和采购的材料 陆续抵达香港工地 工人们一边施工 也一边发出了感叹 有难度 那我也有点不习惯知道 窄条纹的小砖虽然适合香港的小户型房屋 但是铺设后留下的砖缝也相对比较容易产生发霉问题 数据师选用了立邦的防霉美缝产品来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这次用的是立邦亮钻环阳采杀美缝剂 这种抹杀哑光的质感大大提升了整体的美观度 同时兼具抗军防霉防水耐污的作用 也减少了后续生活的打理成本 一个面积不到48平方米的房子 两位设计师却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当柴红在内地的工厂敲定各种材料的同时 梁岁明便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在厨房和客厅的中间 有一扇他特别设计的弧形窗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厨房我们一直的建议就是希望他能够开厂的 但是因为考虑到业主他们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封闭空间 在烹饪的时候可以无拘无束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些小处理 就是希望它是一个玻璃的状态 那最后呢这个玻璃呢 我们是用了一个航空飞机的这个窗口 来作为它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窗口是让它 无论是在家也好未来也好 它还是会有一种展望世界的这种感觉 我们在房间里面也做了一款同样呼应的窗 内山窗是对着狮子山的 把整个景观都可以把它融入进来 不仅仅有弧形的窗户 客厅部分的墙角位置 为了节省空间 设计师也都做了弧形处理 为了配合这一要求 施工方用了一种特别的材料 完成这部分的制作 这个是纤维长发的洗膏板 那我们用这个的原料就是这个 是可以湿了水之后 可以比较容易做那种弧度 可以做不同的造型 那比起一般的洗膏板 你湿了水的时候 它就会烂掉 这个就不会 因为它是纤维加固 那干了以后的硬度可以悲米 我们一般的洗膏板都可以的 室内的工程进入到墙面涂刷的阶段 厨房和卫生间的天花板等 容易潮湿霉变的区域 设计师选择了立邦阳台器产品 而客厅卧室的空间 则都使用了立邦儿童器产品 保证室内环境的环保和安全 立邦抗病毒儿童器 它除了有银离子抗病毒 还能抵御11种细菌和11种霉菌 它精选的静敏配方 通过了校场和过敏人群友好的相关认证 可以满足易过敏人群对于环境的严格要求 空调一直是香港家庭的必备电器之一 柴虹邀请业主一起前往电器城 进行空调的挑选 你想要什么 不是 就是你那个出窗 OK 我问一下一下 例如 它要你做50mm 之所以要这样做 也和香港地区 对空调用品的使用习惯有关 香港老城区的大部分居民 仍在使用窗式空调 香港其实都比较多常用的都是窗口机的本色 因为其实窗口机安装的时候 那个费用会比起安装分体式耳气机便宜 因为安装分体式耳气机 还有一部室外机 那我们就需要搭盘去安装 通常搭最小都搭一个四尺盘 那可能都已经是八千元至一万元的价值 最终和业主商量后 柴虹决定购买分体式的空调装入现居 如果是窗式机的话 它的噪音会比较大 在制冷效果上面的话 窗式机会差一些 第二就是说它会影响我们的效果 因为它的窗式机 它装在的是窗户上面 那而且它是需要有支撑的 所以这个窗户会被隔成一块一块的 作表我们等会我用那个建行龙卡 零联系用卡来买这个单吧 消费大标后 可享香港消费金额8%的返现 就是说在大陆的这个卡到这买都有 对 到香港的话可以享受8%的返现 那我们就可以再省一点 好 好 储物空间的缺乏 是委托人家曾经最大的问题 这一次的改造中 两位设计师精心的给整个房子 重新制作了一套完整的储物系统 这个房子其实它完全不足48平米 我们把格局分完以后 就是把储物的空间根据墙体 来把它收纳起来 原来它的储物空间 其实是完全杂乱无章的 如果算起来的话 整个房子可能只有半个 10%的收藏 这些杂物把使用的面积也会堵上 现在我们做完这个体系以后 整个房子至少有40%的收纳空间 还有60%的空间作为它的生活空间 但这40和60之间它们都会有复合的功能 所以收纳和生活的体验感它都会提升 在新的房子里 设计师利用了已有的墙体 制作了大量的储物空间 客厅部分 设计师设置了鞋柜 电视柜 玻璃展示柜 和书柜 书柜的墙体背面 则安排了存放洗衣 干衣机的位置 另外 厨房与主卧 主卧与次卧的隔墙两侧 也都设计了大量的柜子 甚至连过道与各个空间之间的隔断 也不例外 过道的话呢 我们是做了两个壁柜 这边的话主要是放阿姨一些 就是清洁类的跟日常生活类的东西 那这边的话呢 是放一些就是纸巾啊 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用品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割开 这边放的是一些清洁的 这边放的是一些日用的 由于房屋面积狭小 室内门的设计方式 也是一个关键的细节 无论选择内开还是外开 似乎都会产生不方便 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节省空间呢 因为整个房子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利用了过道 来释放就是开柜的这个空间 还有就是我们也把这个过道 利用了来做这个门的一个 开放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门呢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 折叠的一个方式来做 之后它是可以靠墙的 靠墙的同时它没有去影响到 整个走廊的空间 如果我们用单扇门的话 它可能在开的时候 它已经是会影响到 其他人的一个通行了 在奔波于香港工地和广东工厂的间隙 两个月来柴虹把自己的休息时间 都用在了一座木座工房中 他在这里亲自动手 对业主家留下的老地板进行改造 首先我做了一个环形的一个形状的一个锅垫 因为老先生他其实是有一个铁锅的 那我中间挖了个洞 那当他在炒完菜的时候 可以放在这个坐垫上面 而不是像之前可能那个锅一直在晃 就这个是一个盒子 我做了一个手势盒 木地板的这个纹路 都体现在这个盒子的表面上面 柴虹还利用了余下的老地板 做了另外几样手工作品 夏末的香港天气依旧炎热 似乎只有那午后迷人的夕阳 才能让这城市里匆忙的脚步稍作停留 在此刻经过了三个月紧张的施工后 我们的项目也来到尾声 两位设计师的辛勤努力 能够完成委托人一家的愿望吗 梦想改造家由力帮独家冠名播出 力帮刷新服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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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地方 这 这什么地方 像艺术馆似的呢 这什么地方 这什么地方 设计感 妈妈 你看那个小茶 自己超可爱的 来 妈妈 节目上 天呐 这么漂亮 天呐 这么漂亮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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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看 这个沙发场好看 哇 这么漂亮啊 我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艺术馆的那种 是不是 哇 完全超出想象 我告诉你 哇 真的好漂亮 这个色调赶上去 是 我感觉我爸已经开了 腿里的下场了 真的很好看气 好可爱的 凌亚的凌亚的 更好开心 你已经很放松了那种感觉 这里关起来更好的 对 光明那个视觉好开阔一个现在 这样完全放松了是不是 回到自己家了这样 哇 真的好漂亮 使使感 足只感 捉打一个松弛感 曾经陈旧破败的老房子 焕然一新 让一家人沉浸在幸福 和喜悦的情绪之中 设计师柴虹和梁岁明此时 也来到现场 他们会给郑先生一家人 带来更多的惊喜吗 谁啊 哈喽 曾地霖 哈喽 你们好 两位设计师都来了 两位设计师 欢迎 谢谢 谢谢 太谢谢你们了 好喜欢那个房子 一进来感觉就是那种艺术馆 进到艺术馆的感觉 真的美食 快进来进来 多谢您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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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好像五星的酒店 超出我们的想象 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真的是 接下来我跟梁老师一起 给您介绍一下 兜一圈 好吗 好的 首先这里的话是一个 读书角加一个餐厅的一个区域 那这边的话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鞋柜 就是刚进门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换鞋子的位置 第二就是说这个桌子其实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设计的话 差不多能用到七个人 那么大家就是一个用餐聚会 这边有一幅画 主要就是这幅画是我亲手做的 第二就是用的是你们的那个地板 地板能做成这么漂亮的话 我是觉得说可以把以前的一个房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留到新房子里面 给大家有一个回忆 这太超过想象了 这太是的 好厉害 谢谢 来来来来 这边的话是一个全身镜 就是我们进门之后 它也不浪费地方 就是一开门关门之后 就可以看到 超爱的 好满意 我们家之前一直没有全身镜 想赵哥进来 得专门去这里面那个房间把一地柜打开 他没看 像光线也不好 因为这样光线好 对啊 一进来感觉视觉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边是客厅 太谢谢你们了 就是我们其实开会讨论了很多次 然后呢 就说我们这一期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以就是港风为主 那么我们选择了一个叫就是炒绿色的这种感觉 其实它对人的舒适感会非常高 嗯 非常喜欢 一进来我们说突然间感觉到心情好舒畅 这种色调给人感觉就特别舒服 其实我们觉得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为每一个人设计 但是主要是以叔叔来设计 第一个就是你原来的床 我们觉得你每天晚上必须要在这里 所以这个区一定是最舒服的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坐在这里看电视 这里有很多暴震 其实原来那些都是你动的 哇 舒服的样子 太舒服了 这个空间可以坐很多人吗 这里 对 整个客厅它不是一个出现性 它是一个整个维合 对 整个都是客厅 也可以是这里客厅 也可以这里单独是一个卧室 就是它让你们用的时候才选择它 它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沙发呢 其实这个垫子是可以翻下来的 是一个沙发床 是一个床 这样的话我们差不多又可以 又可以睡两个人 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可以 整个厅可以再加多三个人的这个床 床铺的位置 这个空间利用力太高了 委托人郑先生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习惯 因此在新的沙发设计中 设计师选用了通常在床垫中 才会使用到的特制记忆棉 作为内部填充材料 让它以后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 都能有一个更为舒适和健康的环境 除此之外 这个沙发还可以变形为一个宽度达到1.5米的大床 可以容纳两个成年人在此休息 结合玄关处用同样材质坐上的沙发床 有需要的时候 客厅区域总共能容纳三个人睡觉休息 你们觉得这边采光怎么样 第一眼看了就觉得视觉很开阔 比以前感觉亮堂多了那种感觉 是的 你用了一个大的一个玻璃 它的视野感可能更强一些 第二就是说这是一个 这不知道什么床 这是一个热烈 就是说我们平时其实不需要把它拉起来 它只要降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切换 两种 对 那我们如果假设说我们要休息的话 我们就拉上去就可以休息了 如果我们要亮一点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开完窗 可以把它当纱窗 其实我们纱窗也不需要了 现在上面是灯吗 对这些灯的话是这样的 都是磁吸灯 它可以实际拿下来的 可以直接拿下来 可以直接拿下来 它可以就是按照 那可以变换位置的吗 可以 没问题 哇 这是厨房吗 我看应该是厨房了 锅都在这里 这个以前那个完全不一样 好漂亮 这个最好这个 对着窗户就采光了 对吧 以前你们是在前面 这关键也好 这是个吧台 这是 是 有点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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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吃的吗 是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 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进来 好像中西餐都可以 对中西餐都可以 可以充电吗 对 就是一个人早上吃个早饭 所以坐在西餐呢 也可以这边超棒的 是有点小事 真不漂亮 一切都这样 还有烤箱 有点小事 有点小事 是 好 以后可以再加回忆 把空间用到了极致 梁老师 以前我们家这个厨房 也是这样的 有冰箱有什么 感觉就没有这么大的空间 你现在怎么把它变得这么大 变魔术了 当时候我们测试过这堵墙 它是完全符合可以打拆的 这个要求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 把这个厨房做成一个 环准型的这样的厨房 这样子可以让整个厨房之间的空间 可以借用客厅 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使用当中 也会感觉这个整个厨房会扩大 现在感觉不仅扩大 而且非常方便 你看以前我们在这做了以后 菜不知道往哪里放 现在有个这么好的一个台子可以放 热的冷的都可以放了 而且这个冰箱也比我们那个大了很多 那这个空间呢 除了它能够做成一种开场式 其实它也能够在你炒菜的时候给我们 哦 看一下 这个门 这样子就可以保证 哦 两面都可以 是的 就形成一个组织空间 这一下 暗示 暗示 你爸没自己炒菜的一个 给个机会让我做一下饭 求你 可以 你有等器啊 厨房的 有的 这个都会有排风机 这样子其实两个空间它还是能够同时并用 还有很多惊喜 我想才好是给你们一一介绍了 哎呀太好了 谢谢 谢谢 首先就是我们这边是给叔叔设计的是就是砧板 砧板 砧板下面其实是有缓冲的 哦 那在切菜的时候就是砍骨头什么的话 它会相对的没那么就是跟台面有接触 好精湿 对 这边是有一个绿碗的一个盘子 哦 它这边呢就我们的湿的盘子就直接放上就可以 哎呀我们在选择电器时更注重的是用户的使用体验跟产品的品质 这次为您配置的燃气炉跟热水器呢 都是百年品牌林内生产的 炉头呢是密封式的 比较容易清洁也比较卫生 它呢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在烧干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停的 啊它有这个功能吗 对对对是的 对林内这个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录具 哦太好了 这个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就在这 是的 就是忘记了 我才烧毁了一个锅 它会停 之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碗 放碗坏的 哦 就你滤干之后 可以放在这里 可以放在这儿 那下面的话 我感觉突然间大好多 下面是放锅的 叔叔的铁锅在这儿 那铁锅的话我这边给叔叔有一个架子 哦 这个架子 这个圆的这个架子 就是炒完菜的话可以放在这儿 比较稳 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就是这个 熟悉 一看是地板 哦这个又是地板吗 对 这也是用你们家木地板做的 我家木地板倒在水里都是工艺品了 对 摸一下摸一下 这个是 之后这个 这个 这不是一个抽屉 这是一个桌板 哦 又可以放东西 对 你就是说 对 当然它这个东西弄完之后 你端下来之后就可以放在这儿 这是第二个 这是你们的碗筷 是的 除了还有你们的这个调料品都可以放在这儿 方便就是我们在出现 它这个用起来确实好方便 我现在感觉到 这个煮菜啊 取用啊 还干净 好吧 这个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叔叔在炒菜的时候 如果 如果人多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要招待很多人 他要备菜备很多的话 那边放不下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拿出来了 哦 可以额外配一个菜子 之后移过去 我下面加了轮子之后 之后就可以推过去 哦 就推在那儿 对 哇好细致哦 真的是 那你今天要煮菜 煮的也不要 也不要端来跑去了 那梁老师我有个问题 我想问这个窗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这三窗口呢 我们是以一个航空飞机的这种窗口 来作为它的设计元素 哦 希望大家在这个 对在客厅里面 我们也能够有一种感受 像我们要到远方一样 你会把远方的这种感觉 就带到这个家里面 远方在家 放在设计里面 谢谢 谢谢姐姐 这只是第一道窗 我们还会有一个呼应的 啊 驾驶灵灵灵 来远方想透 驾驶灵灵灵灵 已经好多驾驶了 到这一端 和客厅之间环绕式洞线的设计 让厨房空间变得寛敞 明亮 整个厨房和客厅区域内 设计师也设置了大量的 Huge company 处账 plus Withlie 方便委托人家庭的生活 这是一个什么 啊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 这是什么 洗衣机 洗衣机 一会儿还两开 这 这还剩个柜子呗 还能开 这进来自己的 放得好高 清洗东西 天哪 好高级哦 这什么 还干 干净的 干开的也就对 对对对 这还是可以拿出 这手吃饭 真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真漂亮 真是什么 这里边还有空间呢 这里 爸爸 这里还有一个空间 这好大啊 洗澡的 冲凉 天哪 这里好大 对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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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着感觉 超大的 你看上面 好像有没有 好像有天空的感觉 哦 是的 这样在机舱里边的感觉 有 头等舱 头等舱 这才行 阿姨 为什么 这里好像没见到马桶 那我们再找一找 看看其他房间 原来还有房间 这里好像还有个门 是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 洗手间的高度就很漂亮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洗手的吗 哦 反方向往这边走 哦 洗手了 哇 好酷 我们现在看到的卫生间是比之前的大很多 半很多 超多的 这个卫生间它是一个三分离的设计 那么这个设计里面 其实平常我们不用这个房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门打开 这里也可以给到左廊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平常晚上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门关上 这里就是一个可以就是换衣服 然后进去洗漱 然后呢 洗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到洗衣机跟烘干机里面去把它烘干 那么我们把卫生间把它分开 就是坐到这边来 那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功能 那我们平常在旁边洗漱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影响我们想上厕所的人 这样子两边也不会相互影响 阿姨 这是我们的客厅 走廊和两个卧室都用了立邦魔术器小羊皮的效果 这个小羊皮的手感是丰富而细腻的 沾给我们整体的墙体有一种丰富的内涵 真好 设计师利用了原本客厅的一点面积 使得卫生间能够实现洗漱 淋浴 坐便 三须分离 同时这里也配备了两台青红灯 让整个环境显得明亮舒适 这个设计是什么 好像那种花园里面还有小鸟的一点 对 我们的主题是一个小鸟回家筑巢的一个故事 所以呢 我们做了一些就是雕塑类的铁翼 主要后面还有一个鸟巢的灯 这个灯是呢 我其实是用你们的那个就地板 去切成就是小棍子 那绝对板都变成你的艺术品了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鸟巢其实有两种含义 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家 我们保留了下来 只是把它压缩小了 放在了灯上面 第二就是说我希望那个位置就是圆圆的那个房门的下面 是我房间 对的 所以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家的一个希望 希望 我们希望给它一个祝福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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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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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哇 这个枕扇窗的感觉了 对 哇 这个枕扇窗 这个枕扇窗像一个风景画 对对对对 好新潮啊 狮子山下 一项的歌颂美丽 狮子山下 你应该每天夜晚在这里开始风景唱狮子山下 网上灯一关在那里看星星 特别明亮 对对对 又安静 又安静明亮 又狮子山下 我不讲嘛 升级豪展啊 你这是山景房了 欢迎重来 山景房 夏可莱你家要买的 夏可莱买的票 我在你这预定一下 哎 这是你的梳妆台吧 对 哇 超棒的 一篇写字 它全都是有 你可以在这学习画画 对 天哪 MMK还有我照片 我小时候 你小时候照片有没有照片 这我幼儿园毕业的旅行 对 毕业照 我们看看 这边是这样的 哦 后面手势化了 哇 好幸福装你的东西 哦 你的小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 还可以装一个里面 对 哇 你终于有自己的小空间了 超开心的 我自己的手机 带一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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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个房间它很小 然后对人很多杂物 然后我们这次呢 就是把你的整个床 勾画下来 就是它晚上的时候还是一个完整的床 但是床的设计呢 它也会像一个沙发 那你到时候有好朋友过来啊 它也可以让你日常的时候 就可以变成一个沙发的功能 然后这边呢 我们做了一个内嵌式的衣柜 那你的所有的衣服都可以收纳到这里 然后左边进门口这一块呢 就是你完全的一个独立学习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就是妈妈当初说 希望你准备要考大学了 所以说一定要有个很干净的地方 对 然后你又很喜欢做直播 所以我们希望在观赏里面 这块地方是你很独立 可以做直播的这个区间 就这边的话是你的一个 另外一个收纳的一个抽屉 对 你方便你用文具什么的 这边是一个伸缩的一个桌子 是可以抽出来之后砍上完 它的桌子会变得很大 你看书的时候 就可以好几本冲筒就摊在这里 冲一间很想学习啊 那你又欣赏了 谢谢 窗台这边呢 还是给你保留一个大的座位 然后这个窗呢 做了大航空的窗 我发现就是 通过这个窗口 看到外面的景色 有个土壤 像那个飞机的悬船 感觉 真的一进来就感觉 咦 好像进到机舱里面了 走到自己的机舱包厢里面了 这个窗是跟 快厅的窗它是互运的 这是真的能够看到外面的视频 是 是 它可能 真的非常感谢 真的想象不到会这么满意 圆圆的房间 开场明亮 特制的闲窗式窗户 将整个狮子山的景色映入房间 设计师也特意为这个窗户 设置了可开启角度 保证安全和通风的同时 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楼下轻轨带来的噪音干扰 这个也是房间吗 这个也是房间吗 这个是你们的房间 这个是我们的房间吗 这是我们的房间吗 还有一个好细腻的 好细腻的 这个床也是绿色的 这个是它整个色调也好协调的 这个空间里面比我们以前那个空间感觉更舒适更实用的感觉 远远不管走到哪里 新千里路万里路也要有好感觉的感觉 好舒服 对 这个绿色的 温馨面前 它这个是怎么 这个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门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个窗户 那之后我觉得窗户背靠着我们 其实不是很舒服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那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关起来的 就闭光线 对 那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关上 想不到这么小的房子 我跟你讲的这些缺点就是唱词给你 整个的衣柜的话 我们是分成了三段 那这边一段呢 它其实是一个放行李箱的储物的 大件行李 那之后这边呢我就给你跟叔叔两个人分了两段 每人用一段 之后这个呢就是你们两边就不打架 我还给你们做了一个盒子 对 这是一个我为阿姨做的一个手势盒 也是用地板做的 对 是用地板做的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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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完之后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我还有一样礼物要送给大家 谢谢 谢谢 这个是一个用我们家以前老房子的地板做的一个木座吧 这两个花瓶其实是代表了阿姨跟叔叔的 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的 这两个东西是送给圆圆的 让这个东西可以陪伴人 谢谢 好棒啊 好威心 谢谢 加油 加油 祝你高考成功 真的非常 那我代表节目组合力帮也送你们一份礼物 这份惊喜我们一起打开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 哇 梦想改造 帮我们那个照片给做成这个样了 好可爱 就是那张照片把它改过来的看到了吗 哎呦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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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代表了我一点小小心意化了 有点给哥哥姐姐妹 谢谢 谢谢 好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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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好的生活来之不易 非常感谢你们 圆满了我们真正的梦想 非常感谢梦想改造家为我们圆梦了 非常感谢设计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温暖的家 未来的日子更可期待 这个家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你们是香港第一家 梦想改造家改造的家 未来我们希望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都是一家亲 真是是一家亲一家亲 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对我们来说 一个呢今天是我先生的生日 再一个呢也是我们结婚二十年 几年 哇 非常感谢你们 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蛋糕 带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 好的 感谢你们 回家接收新房的日子 也是郑先生七十一岁的生日 在此双继离门之际 他也说出了自己心底的愿望 希望呢 天下太平 国泰民安 这不愿望 大家都穿我到后台 好好好 好好好 学得好 喝喝喝喝 隔起蜡烛 隔起蜡烛 人过七十以后 还能有机会让一家人住上梦想中的房子 旧屋换新房 真正化腐朽为神奇的也许不止是两位收集室 还有这一家三口之间各不断的爱 在乎 以及他们亲底的一本真诚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懂我的心 龙卡装修分期 让家轻松变美 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的 广告之后 为您建设 梦想改造家由力帮独家冠名播出 力帮魔术期 每一面都美 本次改造费用如下 硬装含人工67.8万港币 软装含电器13.7万港币 总价格为81.5万港币 帮助他人完成梦想 这份喜悦所带来的成就感 也是支持梦想改造家一路前行的动力 原本成就的房子现在焕然一新 圆圆的梦想实现了 圆圆的另外一个梦想呢 他是明年打算要报考位于杭州的中国美院 在这里我们也祝福他 第二个梦想也能够成真 那下一周呢 我们将会回到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 大家非常熟悉的设计师 本尖贵士将会登场 本尖先生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 一开始是走路不一样嘛 后来慢慢就是走路经常要摔跤了 一场与疾病间的缠斗 确准的时候就把这个病精确 释封到见动症的一种 远赴五大洲横跨36个国家的非凡体验 仍难言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与无奈 高兴见到你 9月6日晚22点 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 敬请期待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欢迎打开网易家居 PC House太平洋家居 不乐会 至于影视聚焦 一点资讯 环球在线 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感谢中华万年力 Do News 一都堂APP Frami 达人室内设计网 轨迹从不脱更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